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你开悟了 但是别人骂你 你还是不舒服 知道吧 但是说你可能无所谓 不在乎 但是每天骂你 你就像活在地狱 每天如果骂你的话 你还是觉得不开心 你肯定笑得不那么灿烂 是不是 他还是牵引你 还有身体的病痛嘛 你如果身体很痛 那种觉受 那你就是痛了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说 你从那种痛苦里面脱离出来 你实实地给他拽着 但随身修身就真的是 但那个是我觉得不是 定义是有承受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最后圆满的误导 切入时效误导空性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是改变了你什么 其实在那一刻你是从 比如你的身体还有病痛啊 或者这个世界人在固别 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他从里面抽身而出 他可以从这里面 什么都不影响 就像太阳穿越乌游射出来 那个是太阳光啊 前面乌游密布 但是太阳仍然它的光芒是穿透它射出来的 不是说因为有乌游 我太阳就不出来 你说太阳的光门 什么东西已经打不住了 就是说你的心已经绝对不会被控住 不会碰到那种圆满的智慧 你会透过那种乌游穿出来 但是当太阳出来 只要时间一久 那些乌游自然会散去 就是这就是圆正佛国 你的生理上的所有的问题 慢慢不好的自然较整一点一点 但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那些乌游啊 乌啊 很多东西自然的 因为阴天嘛 那些乌游 太阳一旦照出来 他慢慢慢慢到一定时间 那些乌游就散失了 不是你要不要转 你不需要转 在你太阳没出来之前 你拼命地转修气功 谁要 连都没有用它 它只要有些东西是有业力啊 什么的 理事气 很难去 但是你只要太阳出来 一切就要开了 了解你